大家好,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作 是一个建筑物测量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两个人做一组 然后没有经验也可以 工作上手的话马上就会有加薪 募集人员是三个人 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工资是25万2000日元起到41万6500日元 有驾照的优先,日本驾照 日语的话日常会话就可以 面试时间是周六的下午四点 想要面试的人请在下午一点参加说明会 谢谢 我们的说明会每天都有举行 每周的一三五是十一点开始 二四六七是在下午一点开始 您想面试的话请不打我们的电话 或直接到我们公司里来就可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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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